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全宇宙最爱的人生日快乐 在画面当中哈利更是亲密地搂着这个女孩子 加上称呼对方为女友足以可见 这应该是哈利的正牌女友 看到哈利的女友的照片后 觉得虽说颜值不算是惊艳 但也是比较有气质的女孩子了 翻看女孩子的社交账号 之前就发过与哈利之间的合影 但是当初两个人并没有任何的亲密的举动 加上哈利在毕业合照中 也是有这么一个黑衣女孩子的身影 应该他们之间曾经是同学关系 从友情升华为爱情 也是挺正常的现象 说起哈利呢 他是依能金和于成庆的儿子 只是哈利多次男扮女装 更是被人猜测是不是选取向不正常 面对外界的舆论呢 依能金表示支持儿子 认为应该尊重儿子自己的选择 当哈利的女装照刚刚爆出来的时候 据说他也咨询过妈妈的意见 担心依能金的事业会因此受到影响 因此哈利选择清空了社交账号 不过呢 依能金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尊重孩子的好母亲 他会说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 大不了我不做这个行业 能够这样说 自然也是给了哈利十足的勇气 在依能金的鼓励教育下呢 哈利也是非常优秀 之前依能金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 也透露哈利会帮自己写歌 而且呢也会鼓励自己勇敢前行 有这样优秀的儿子 也是依能金的福气 依能金呢并没有什么能称之为代表作的作品 可三十多年过去了 一个个偶像起来了 又一个个落幕了 他呢仍然在娱乐圈里笑看 风起云涌 1968年依能金出生于中国台湾 原名吴静怡 后来爸妈离婚 妈妈改嫁日本人 她也改名换姓 成为了依能金江 与妈妈在日本生活的几年里呢 依能金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 她一边边读书 还要一边赚钱 从来没有享受过小公主的待遇 以至于多年之后呢 她终于以女王自居 1985年依能金十六岁时 偶遇老牌的歌星刘文正 她见依能金的甜美可爱 能唱能跳 就问她愿不愿意到中国台湾 当歌手做明星 依能金是一百个愿意 不顾妈妈的反对 回到台湾省加入刘文正的音乐公司 改名依能金 和方文林 邱海正组成了 非英三叔的女子组合 依能金是活泼俏皮担当 事业搞得有声有色时呢 依能金迎来了一个噩耗 依能金在录制的歌曲 爸爸不要说时 生父因车祸去世了 这让她特别难受 虽说关系说不上好 但毕竟血浓于水 更何况呢 她和爸爸正处在修复期阶段 可惜命运给了她一个迎头痛击 适者以以生者当如斯 1986年 振作起来的依能金呢 认识了大她七岁的于成庆 那时候于成庆是一个 出出忙碌的歌手 距离成名曲 让我一次爱个够的诞生呢 还有三年之久 依能金呢 很快爱上了这个不怎么帅气 却非常有才华的男人 房间传闻的年轻貌美的 依能金在遇到于成庆之前 被一个富豪伤透了心 为其像奴隶一般活着 却得不到半颗真心 因此 依能金决定从此以后 只爱财 不爱财 这个传闻呢 不知真假 这里呢 就不去讨论了 但是吧 于成庆即使声名不显 可家世十分显赫 父亲是正解人士 母亲是京剧名林 可以说是一个二代了 相爱这年呢 依能金十八岁 于成庆二十五岁 两人的事业都在起步阶段 因此没有选择公开 这一隐瞒 就是十几年之久 1999年 依能金被查出 患了肿瘤 医生对他说 如果是恶性的 子贡会被切除 你要做好准备 依能金听到这话呢 心就凉了半截 想到以后或许不能要孩子 他便提出与于成庆分手 舍弃自我 成全对方 于成庆非常生气 他对依能金说 即使不能有孩子 我也要和你在一起 这让依能金十分感动 说于成庆是他的三生有幸 幸运的是呢 肿瘤是良性的 经过手术 依能金修复好身体 焕发了青春 那两千年呢 依能金嫁给了于成庆 那两年之后呢 哈利就出生了 娶了老婆 有了儿子 于成庆的事业也更上一层楼 凭借着流星花园的主题曲情 非得已不仅尝到了爆红的滋味 还开拓了内地的市场 在全国各地转场演出 忙得一度连家都忘了在哪了 依能金呢 照顾孩子的同时 出了本散文随笔 生死遗言 说着与于成庆恋爱中的点点滴滴 等到孩子不需要母 如未养的时候呢 不甘寂寞的 依能金复出了唱歌拍戏 还与老公合作了一首歌曲叫春泥 由他作词 于成庆作曲 才子家人 广为流传 事业渐入佳境 婚姻却到了寡淡时期 依能金和于成庆都非常忙 好不容易聚到一起 大多时间的都是用来聊孩子 爱情似乎转向了亲戚 开启了细水长流的婚姻生活 虽然很多人向往这样的爱情 但总会有人忍不住寂寞 想要墙上开花 2008年呢 依能金被拍到和黄维德牵手的照片 疑似婚内出轨 引起了轩然大波 他比依能金小四岁 以歌手的身份出道 以演员身份走红 2015年是黄维德演艺生涯中的高光时刻 在全谋剧《狼牙榜》中饰演了玉王 一夜成名 但很快就凉了 黄维德的事业呢 之所以起不来 很大原因是牵了不该牵的手 从2008年直到现在 我们都没有从黄维德的嘴里呢 听到任何回应 牵手们曝光后 三人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影响 易能尽苦心经营得好 妈妈好妻子的形象轰然崩塌 于成庆准备的演唱会呢 因为舆论被迫延期 黄维德才有了点知名度 就因勾搭人妻跌落万丈深渊 2009年易能尽和于成庆 勉强维持一年的婚姻关系呢 断裂了 相爱14年 结婚9年 却抵不过其他人的心弦 威亚而生的易能尽 还是化身扑火的飞蛾 燃烧了自己 剩下一地灰烬 之后几年 她都处在人生的低谷 但凡冒头想要做些啥 就一定伴随着乌言慧语 好在慈善是最好的洗白利器 2008年 汶川地震后呢 易能尽为镇区 募集了1200万元的物资 个人捐赠15万元人民币 并且资助了200名镇区学生 种种的善举 为她积累了不少人气 骂她的声音呢 也渐渐消弭了 只是好几年了 为爱而生的她 却没有再次谈恋爱 不知道是不是从上一段 不道德的爱情里呢 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不过形象好转之后呢 易能尽上过几次节目 在节目里谈了好几次 于成庆 言语之间似乎对她 还念念不忘 直夸于成庆呢 是一个好男人 很多夫妻离婚后 从相爱的人变成了敌人 一再上演 互相泼脏水的难开戏码 但于成庆没有 即使易能尽犯了错误 他到现在依然是一句恶言都没有 好聚好散 实乃好男人的典范 很多人为易能尽错过 于成庆这样的好男人感到可惜时 他又遇到了另一个好男人 2014年易能尽比他小十岁的秦浩谈恋爱了 他们宣布在一起时没少遭到嘲讽 不是说易能尽老牛吃嫩草 就是说秦浩呢吃软饭之类 总之什么商人的话都说过 其实呢秦浩并不差劲 之所以默默无闻呢 是因为早期的他只专注于文艺片 主演了春风沉醉的夜晚 浮沉迷世推拿等许多电影 被誉为文艺片男神 但文艺片太小众了 再好看的电影呢 没人看也是白搭 秦浩和易能尽在一起时 还客串了易能尽自导自演的电影 《我是女王》 与女主宋慧桥 还有一场吻戏 易能尽表现得十分大方 不仅不介意 还搞笑说 你亲吻了我的女神 可惜呢 该片遭遇速度与激情期 票房惨败 2015年易能尽嫁给秦浩 第二年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 这一年他已经47岁 是一个高龄产妇 但为了秦浩 他不惜以身犯险 有了孩子之后呢 秦浩转变了思想 以前看不起的商业片 看不起的综艺呢 如今看在钱的面子上 从了 转型之后呢 秦浩张志有度的表演 得到了大家一致好评 这几年他带来了 如妖猫传 火锅英雄 无证之罪 隐秘的角落 等等影视剧 成为了炙手可热的一线演员 易能尽是真正的望夫相 不管是于成青还是秦浩 都是和他在一起之后 名气才显现出来 他曾经说过 好男人都是夸出来的 嘴甜是易能尽独家的秘籍 再钢铁直男 也逃不过他的绕纸柔 看来上一段失败的婚姻 真的教会了他好多 这就是为什么他和秦浩 在一起几年了 依然甜蜜恩爱的原因吧 好了 今天的娱乐电影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拜 明天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欢迎订阅 resembіяни está